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由 Sander Sport Game Exchange 赞助播出 小家号 中家号 大家好 欢迎来到作用Fantasy 我是阿射 今天要介绍的这款作用 是一款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热血战斗 然后还有显示着世界与人性的黑暗 最适合像我们这种猛男玩的一款作用 那就是五叉跳跳 五叉跳跳是一款二到六个人的派对左右 在这个游戏里 兔兔跟Pizzo就会比赛跑 那我们所有玩家就是要在暗中支持兔兔或者是Pizzo 那在这个游戏里玩家也会得到点心 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戏里 就是要看谁得到最多的分数 猛男就是要玩这个游戏啦 硬啦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游戏怎么玩吧 OK 那大致上呢 这个就是五叉跳跳的设置啦 首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赛道卡啦 那每一张赛道卡下面呢都会有一个数字啦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 从小到大的数字这样子排着过去 然后呢就给其中一名罪恶的玩家呢给这一张 起死玩家队伍卡 然后再给它这个甜点的这个标志 给它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队伍卡 那队伍卡呢就有这个Pizzo跟兔兔啦 所以呢我们就依照这个游戏的人数来放有多少组 现在呢我们是玩四个人啦 所以呢就会有三组 然后这个剩下呢我们就放一件盒子啦 然后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可爱的甜点啦 那这些甜点后面呢都会有一些数字啦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数字呢面向朝下呢 就把它放在一边 接下来呢我们就放几个甜点呢 就放在这个有这个碗或者是盘的一个地方 就这样子把它放在这一边 然后呢我们就放五个甜点呢就放在这个终点的地方啦 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游戏的主角啦 就是我们的兔兔跟这个Pizzo啦 那我们就把这两位角色呢就放在这个起死的这个地方 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游戏的卡牌啦 我们呢就把它给洗一洗 然后呢就分三张卡牌给每一位玩家 在这个游戏里呢我们就要让这两个角色 兔兔跟Pizzo跑起来啦 那在这个跑道上里呢我们也会去收集这些甜点啦 那我们收集了这个甜点的分数越多呢 那一位玩家就是赢家啦 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让起死玩家呢 来选择要支持兔兔或者是Pizzo啦 那他选择了过后呢 其他玩家也是要选择支持哪一位角色啦 可是呢他们就是要来暗中的支持哪一个角色 那比如说这玩家支持这个 那他支持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支持这个角色啦 所以呢除了自己以外呢 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支持的是哪一个玩家啦 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 首先我们手上就有三张牌吧 然后呢在我们的回合的时候 我们就抽一张牌 然后我们就要从我们手上的这些牌呢 就选一张牌给打出来 那我们这些手上的牌呢 我们就有看到有不一样的东西啦 首先呢我们就有看到这些有号码的呢 就是可以让这两个角色跑起来的啦 那这一张卡牌呢意思是说 这个角色就会走多少步 那就是说Pizzo就会跑三步啦 所以呢我们打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Pizzo就会走前进三格 然后呢这一张卡牌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择让Pizzo或者兔兔跑两步 所以呢玩家打出这张牌的时候呢 就要选择哪一个角色来去移动啦 那当然除了移动的卡牌以外呢 也有这两张特殊的卡牌啦 那这一张卡牌呢 当你打出这张卡牌的时候 就可以跟另外一个选手 或者是另外一个玩家交换手牌啦 这一张卡牌呢就是说 当你打出这张卡牌的时候 你只没一名玩家 那下一个回合呢 就会从那个玩家开始 当有玩家打出卡牌的时候 移动这些角色的时候呢 如果他到一个有甜点的地方 那他就可以得到这个甜点啦 他就可以确认一下 他这个甜点是多少分 然后呢就 就把它给朝下的放在你的前面 然后呢这个角色 他得到甜点的时候 他就必须回到起点 重新开始跑过啦 在这个跑道上呢 我们除了看到有这些空的格子外呢 我们有看到这个箭头嘛 当有角色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照着他这个箭头走多少步啦 那比如说 如果记住停在这个格子的话 他就要退后一步啦 那如果他停在这一格呢 他就要前进两步 然后如果他停在这一格呢 他就要前进一步啦 当有其中一名角色呢 到达终点的时候 那移动这个角色的玩家呢 就可以选择这里的其中一个甜点给加入手 然后我们就来翻开每个人的队伍卡牌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有支持批注的玩家呢 就可以从 移动这个批注角色的那名玩家的左边开始 从这边哪一个甜点 然后直到每个有支持批注的玩家 都有得到甜点为止 这样子我们的第一个回合就结束啦 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第二个回合啦 在某些情况呢 比如说这次批注已经到达的终点了 那同样的移动批注的这名玩家 会得到这个甜点 那我们再来翻开全部人的队伍卡牌 那这个时候呢 没有一名玩家是支持批注的嘛 这样子呢 移动批注的这名玩家 他就会再得到多一个甜点啦 那他这个回合他就会得到两个甜点啦 那如果这个状况是 比如说这次是到兔兔赢啦 那如果每个玩家也是支持兔兔的话呢 那移动兔兔的玩家就会得到两个甜点 然后剩下的呢就会分给其他的玩家啦 当第一个回合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的第二个回合啦 那首先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甜点呢 把它放回五个甜点在这个中点的地方 然后呢就把这三个的有盘的地方呢 就装满甜点 那如果在上个回合呢 还有甜点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加它啦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两个角色给放回去 7点 哎呦要跑过啦 然后呢我们四鞋手拍呢 一样的全部把它给收起来 然后我们洗一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洗一洗 过后再分三张牌给每个玩家 然后现在呢这个起死玩家的这个队伍卡牌 就交给另外一个玩家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下一个回合啦 在新的回合开始的时候呢 也不要忘记选择要支持哪一个角色啦 那除了起死玩家的角色呢 也要秘密的选择支持哪一个角色 然后一样的面向朝下呢 就来选择它支持哪一个角色啦 游戏玩到直到第三个合合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统计一下每个人的甜点的这个分数啦 那甜点分数最高的那名玩家呢 就是这个五叉跳跳这个游戏的赢家啦 好啦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五叉跳跳的这个游戏教学影片啦 如果各位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说的 不要忘记在留言区告诉我啦 如果想要入手五叉跳跳的朋友呢 可以去找Sandler Spoken Exchange去入手啦 包油包鸡一路落进你心里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各位不想要错过任何关于桌油的影片的话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那个影片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